美国中期选举两党之争进入白热化 驴像对决谁更有胜算 民主党在这次中期选举当中的形势是相当不利的 如果民主党这次输掉了 拜登总统就进入到波角压阶段 接下来他国内市政就比较难有作为 贝洛西窜访中国台湾上演政治闹剧 民主党再打中国牌能拉回选票吗 贝洛西窜台在美国舆论的条件下 同样是失道寡住的遭遇了极大的批评 拜登总统也希望借着这样一次窜访 来提升民主党的支持率 但没想到遭到了迎头的控制 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 环球视野交叉观点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 我是主持人袁明 美国距离中期选举 还有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美国两党现在已经是动作不断 前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窜访中国台湾 上演了一出让世界震惊的闹剧 后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 前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的 海湖庄园住所再次上演了闹剧 那么这一次的佩洛西窜访和美国当前进行的中期选举有何关联 此次窜访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一场怎样的风暴 特朗普还有没有可能重回总统宝座呢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中美关系又将向何处去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 沈丁丽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藤建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邀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科靖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拜登入主白宫两年后 美国选民即将在今年的11月6号重返投票站投票 这就是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每四年一次 他会选出新的国会议员而非总统 但选举的结果却可能对本届总统余下任期的执政 甚至两年后的大选产生不小的影响 5月至9月期间 中期选举的初选正在美国全国各地展开 目前民主党已极其微弱多数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 这种状况有利于民主党总统拜登施政 但执政党民主党的选情并不理想 在美国通胀率达到40年高点之际 总统拜登的支持率跌至上任以来最低水平 拜登的不受欢迎 也会削弱选民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 民主党恐难在中期选举后 保住国会多数席位 决战临近 民主党人美国政府三号人物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主动对华挑衅 期望为选情低迷的民主党抢回一些选票 8月2号 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 悍然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另一边 民主党对共和党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打压还在持续 8月8号 美国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了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 特朗普随后发表声明称 我美丽的家园被大批联邦调查局人员包围搜查和占据 他们甚至撬开了我的保险柜 他严厉谴责联邦调查局的行为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并将他和1972年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 认为这背后是民主党人操纵司法系统 以阻碍他参加下届美国大选 撕裂美国的2020年总统大选海莉莉在爱慕 那么很快今年11月 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又将开始 现在已经很多周已经开始了他的初选的投票 那么两党的选情到底如何 那么选民美国选民最关心的又是哪些重点的议题呢 沈丁老师您先开始 美国百姓主要关心的还是一些民生问题 包括通胀就业等等 经济还是经济的问题 主要还不是对外关系 但是如果民主党这次输掉了 美国在国会参众两院都输掉 那么拜登总统就进入到国家区 接下来他国内市政就比较难以作为 好 谢谢 柯敬老师 从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说民主党在这次中期选举当中的形势 是相当不利的 我们知道美国的就业率情况还是相当好的 失业率只有3.5% 但是当前对于这个通胀的关注已经是完全败过了对于就业率的一个关注 那么当前美国的这个通胀是不是见顶的这个问题 那还未定 那么美国的老百姓包括这一段时期以来因为这个通胀的问题 它整个的一个实际工资的一个事实上的这样的一个收入都在下降 因此的话这个通胀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今年中期选举的一个形势 看起来上海两位嘉宾都觉得这个通胀居高不下是对民主党很不利的 那我问一下北京的两位嘉宾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也经常看到历史规律来看呢 这个中期选举也是不利于执政党的 是不是这样 刘大明老师您怎么看 确实中期选举历来事实上是对总统所在党不利的 这次大概也是如此 特别是目前我们也看到拜登的这个同比的民调是历史新低 确实是在拖累民主党的选情 现在看一般认为说整体说民主党这个两院都不利 但是如果你仔细算的话 大概呢民主党在这个众议院 当然显然是这个极大不利 有可能现在算出来的结果呢 有可能共和这个共和党的会议 这个大概是237比198 这个重新回到多数 但是在参院部分大概率还是有可能让民主党保持多数的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出现51比49 这可能性也是有的 所以现在看对于民主党的这个选情是不利 但是有多大不利 到底是不是能够两院都输掉 甚至会出现刚才沈老师谈到的就彻底的跛脚 我觉得还有时间再去做进一步判断 好 谢谢我要再请北京的这个滕建群老师啊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一次的中期选举 你觉得对于这个拜登政府来说 利弊哪一项更多一点呢 滕老师 如果说观察接下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的话 它有一个重要点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力量整合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从民主党内部来说的话 我们看佩洛西的串访呢 确实是让拜登呢处在两难境地 那么民主党内能不能整合起来 能不能利用一些事件 包括刚才大明讲的对于海湖庄园的这种搜查 那么这个搜查能不能够出一个结果 能不能把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给他做掉 这都是一些难以预测的事件 那么从共和党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么多年共和党一直在提改革 一直在提这个革新 那么这些措施来说都很难落地 特别是我们看到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 那么特朗普还保持着非常高的支持率 所以现在在共和党内部呢 也很难再找出一个能跟特朗普相匹配的 这样一个领军人 所以现在来看呢 我觉得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呢 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呢 可能就是看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 这个各自的力量整合 怎么样能整合起来调动选民的支持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啊 就是现在的这个7月31号的时候 美国做过一项民调 它显示说62%的民众认为 民主党不能解决美国人担忧的问题啊 特别是这个经济状况的不满 其实我们几位嘉宾也都提到了 但是呢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这个角度啊 是说美国民众认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不对 最新的结果显示 认为美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这个比例 只有14%啊 柯金老师怎么看这个数字 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我们的国家搞错了 因为拜登其实当时执政的时候 他打的是说要团结所有美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旗号 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的话 整个美国的一个极化的现象 其实是愈演愈烈 它不管是包括在这个城市的犯罪率上面也好 我们看到大规模的枪击案不断的发生 包括这个特别是经济的议题上面来说 应该说让很多的美国民众非常的这个失望 包括还有近期的一个堕胎权的等等的 这个很多认为美国人可能会感觉到 其实在某些这个包括权力 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基本权力这方面 甚至是在往往历史的一个倒退的一个步伐上在走 张大明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刚才柯老师的说法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必须把这个根源的回到2020年大选当中 我一直觉得呢 实际上拜登呢 之所以在那次选举中胜选呢 并不是说他的这个执政理念 或者他的这个政策议程有多么能够吸引人 而是呢 他实际上是这个特朗普的另一方 是让人更加不满 所以这就意味着对于拜登来说 他只是一个任务型的这么一个候选人 他的任务就是要阻断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所以这样看的话 他无论怎么执政 第一他可能没有足够的这个力量来完成他的效果 另外美国民众一定是极其失望的 因为他没有足够负权的这么一个总统在位 就不可能让美国民众都满意 我们几位嘉宾其实有同样的观点 就是美国现在这个内政不利 而且内部的这个极化也好 党争也好 包括内部的这个国民的这样一个撕裂也好 其实内部的政治的问题呢 现在外溢出来 而且搅得整个世界都不安宁 有一个最近的例子 那就是在北京时间8月2号晚上 美国政府的三号人物 众议院议长佩罗西 专机抵达了台北松山机场 他是25年来首位访台的美国众议长 那么相比25年前的众议长 当时经理其的访谈 这个局势当然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想请这个沈丁老师先来给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我们把佩洛西这次窜访 到底如何来定性 那他的这个危险 带来的危险主要体现在哪里 佩洛西是美国的国家领导人 三号人物 非常重要的 他说他对台湾做私人访问 那从任何方面都说不过去的 一定是代表美国国会的一个重要方法 他落地台湾那一刻 他先前投诉给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就发表了 里边就称台湾是国家 也就是说他这个国家领导人 已经根本的公开的违反了中美建交关正常化的一个基石 就是台湾不是国家 是个省级的这样一个行为体 所以他代表美国这样公然的挑衅中美关系的基石 所以那一次经历其来访中方坚决抵制 这一次依然坚决抵制 但这一次中方的国力能够对美国带来更大的 飞去来气的损失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也正是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 中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18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为什么佩洛西还是不顾国际国内的反对 依然肆意的窜访了台湾 我想问一下柯敬老师 您怎么看他的私利到底在哪里 我认为这个其实和佩洛西本人 他的个人因素也是有关的 因为佩洛西我们知道 他的政治的一个发家史 发迹史 其实就和一个反华的一个先锋 是有着密切的一个关系 我们看到他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政治生涯当中 他推动了很多的这个反华的这个议案 立法的这个提案等等 包括我们看到就是包括在2019年 这个香港的暴乱的这个事件当中 他还称这个是美意的风景线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 佩洛西本人是曾经提到过 说是在2023年的时候 他就不再担任这个党团的领导层 那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个人的推动因素 他也是希望在自己的个人政治生涯 可能即将要落幕的时刻 他可能是想把这个是作为一个像个政治遗产一样的 而且佩洛西本人 我觉得从他整个的这个个人性格上面来说 他也是比较任性的 就是他决定好的事情的话 他可能就会这个党政也好 各方面也好 他觉得对他个人来说 可能没什么损失 他就会去推动他 我觉得这是他一贯的这样的一个 应该说是行为的形式风格 他比较任性 至少从这次来看 他的效果会不会能不能够给民主党去拉票 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待定的 我来问一下邓建群老师 你同意柯敬老师的这个观点吗 其实佩洛西他的这个过往的经历 他的个性 以及他想为自己塑造所谓政治遗产的这样一个私欲 造成了他这次窜访台湾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背后的理由 佩洛西假公济私 这是非常明显 他从从政开始 从1987年之后 一直拿中国说事 包括给反对中国最会国待遇 包括抵制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那么今年的冬奥会 他又发起了相关的抵制的倡议 所以他是靠这个起家的 那么他为自己博取上位带来了很多利好 所以这是他一种手段 一种策略 但是从他的整个一个形成来说的 他非常清楚怎么样保住民主党的多数席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所以他应该说带有一定的个人的考虑 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为接下来的选举拉票 所以从拜登总统来说的话 也没有公开的支持 也没有公开的反对 这其实本身来讲的话 从拜登总统也希望借着这样一次窜访 来提升民主党的这个支持率 但没想到遭到了迎头的痛击 这个应该说是超出包括佩洛西本人预料的 那么美国也说现在跟他要进行一系列的切割 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台湾的民进党对于美国的政治游说的重心 是转向了这个民主党 特别是这个佩洛西是一个重点的游说对象 有媒体发现就是从2018年到今年4月 这个公共联系游说的佩洛西 这个多达16次费用超过了314万美金 而且他是通过了这个曾经担任这个美国众议院 多数党领袖的盖哈特作为中间人来进行游说的 那么是不是说这个佩洛西的这个这次窜访 他也是一种和台湾民进党之间的利益交换呢 姚大明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格普哈特 这个人大家其实并不陌生 上是90年代这个混进美国政坛的这个人物 这个当时是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 那么90年代当时佩洛西之所以能够积深 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 也是因为格普哈特所谓的这样一个提携 是佩洛西所谓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导师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格普哈特呢 这个04年的时候 曾经这个参与过总统大选 但是败给克里了 失败之后呢 就马上转入了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游说行业 混迹在这个政商之间 在公开资料显示呢 是13年之后 格普哈特呢 开始正式来接受这个台岛 某些人的这种雇佣 大概按照公开的数字 是这个每个月可能还是要有 这个两万多美元的这种这个酬劳的 来帮助台岛呢 在华盛顿进行游说 其中呢 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任务 就是要动用这些老关系 来邀请包括佩洛西在内的一些 所谓的政要来这个窜台 无论这个佩洛西此行 是为了回报金主也好 还是为了他的一己私利也好 其实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的话来说呢 这个无力不起早 嘴上说的都是主义 心里想的都是生意啊 我们注意到有一位政治人物 是站出来公开的反对啊 指责佩洛西的这个窜访啊 他就是前总统特朗普 在8月5号的造势活动中呢 再次抨击了这个佩洛西的窜访 这已经是他十天之内的 三度的炮轰了啊 怎么来看待这个特朗普 对于这个佩洛西的这个 密集的这个炮轰 他的政治意图到底是什么 我们也知道这两位这个 戏剧化人格的这个政治人物啊 这个有过节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那么现在的这样一个做法 是否也代表了这个美国党争啊 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啊 就进一步的这个激化的一个态势 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 这样一个这个这种 这种政治闹剧啊 本身呢其实是体现出来党争 那同时呢应该说也有非常明显的 这种个人化的这样一种 这个个人恩怨的这样一个因素在啊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说呢 显然也有点这个蹭热度的这样一个考虑 那为了这个自身呢 也提高一些话语的吸引力 那另外确实还是私人恩怨 这个在发挥作用啊 此外呢确实特朗普这种表态 也充分说明啊 佩洛西这个窜台啊 在美国舆论这个条件下呢 同样是这个失道寡注的啊 遭遇了极大的批评 特朗普呢也参与这个其中 其实去年7月开始 这个佩洛西主导的这个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啊 就开始了对于这个国会山骚乱事件的相关调查 公开听证内容大家都会看到 因为确实是令人这个这个这个大呼意外啊 就美国政治啊 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政治生态 在特朗普治下那种状态 竟然可以如此的这个疯狂啊 如此的这种这个这个不确定性如此之强 如此脆弱啊 那确实是再次暴露了美国政治衰败的这样一个状态 同时呢我倒觉得本身呢 也对2022这今年中期选举呢 有一定牵动 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 国会山骚乱事件调查的当中呢 不仅是特朗普本人 也有特朗普的相关人 甚至是现在已经获得特朗普背书 今年准备参选关键职位的这些共和党人 比如现在已经获得这个宾夕法尼亚州 是必争之地了 已经获得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提名的 这个共和党人叫做一个 叫马斯特里奥诺这么个人啊 这个人本身呢 现在看也被卷入了这个国会山事件的相关调查 那就意味着他民主党人的目的呢 是不但要锁定特朗普2024的这个 让他机会更小 也要更尽可能的让实现党争的这样一种 在这个今年中期选举当中 让民主党的利益最大化 特朗普呢有很多证据表明呢 他违背了所谓的这个总统答案法 他把很多这个材料呢 不但是没有如数的这个提交 而且这个进行私藏 甚至有可能销毁 这确实是重大的这样一个这个 可能涉嫌违法的行为 但是试想 如果特朗普不参与 不表达出来参与2024大选的这种可能性 或者特朗普不在今年中期选举期间 如此所谓活跃的话 民主党主导的这个政府 会不会继续调查 如果不会的话 这完全是党政 通胀高企 经济低迷 拜登知识率跌至新低 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 民主党疯狂出招 但选情仍不乐观 美国百姓主要关心的 还是一些民生问题 包括通胀啊 就业啊 等等 主要还不是对外关心 当前美国的这个通胀 是不是见顶了这个问题 那还未定 民主党在这次中期选举当中的形势 是相当不利的 民主党内部来说的话 你看佩洛西的串访 那确实是让拜登呢 处在两难境地 对于拜登来说 他只是一个任务型的 这么一个候选人 他的任务 就是要阻断特朗普的第二任机 他无论怎么执政 美国民众一定是极其失望 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引发全球恶平如潮 面对美国挑衅 中国又该坚持 怎样的战略定理 中美关系又会如何发展 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佩洛西借亚洲行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一时间让紧张气氛 弥漫台湾海峡 8月2号晚 台北松山机场 聚集了一些前来抗议的社会团体 他们指责佩洛西无端挑衅 急剧升高台海紧张局势 在台北军越酒店盟合 也聚集了上百名抗议民众 表达对佩洛西窜访的愤怒情绪 针对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一事 多家西方媒体 纷纷给其贴上了负面标签 甚至就此发出警告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评论 此举可能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 英国广播公司更是在报道中称 此行造成的后果可能难以挽回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就美方侵犯中国主权发表谈话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美方打到所谓民主的幌子 在干着侵犯中国主权的勾当 台湾的参议文之流 抱着美国的出腿不放 背弃民族大义 这些倒行逆施啊 根本改变不了 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 也根本改变不了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事 而在窜访台湾之后 8月3号 佩洛西飞往韩国也遭到冷遇 正在首尔休假的韩国总统尹熙悦 并未与其单独见面 而是通了大约40分钟电话 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 通话中无人提及台湾 也没有谈及芯片四方联盟问题 韩方将继续与中方 保持针对性的供应链合作 也会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周边国家 探讨有关合作事宜 早在今年3月 美国曾向三个主要芯片制造商所在的 韩国 日本等方面提议 组成芯片四方联盟 眼下是否入群的压力来到韩国一方 韩联社报道称 美国政府已要求韩国在8月31号之前 答复美方是否加入四方联盟 除了施压韩国 日前美国还出台芯片与科学法 值得注意的是 该法案不仅试图通过投资补贴 吸引半导体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 还意图通过限制补贴资格 来阻止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增产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7月28号的时候 众议院已经通过了总额达到2800亿美金的芯片与科学法案 这一项法案 它的这个目标 是不仅是想振兴美国国内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而且想联合它的盟友 来控制全球的这个芯片的供应链 我们知道佩罗西有一个绰号叫做华盛顿之狼 特别是也联想起佩罗西的丈夫 保罗的这个投资公司 也一直在这个芯片领域也是挣了不少钱的 所以一心推销这个芯片法案 是不是也是它的某种私心或者私利呢 对于佩罗西来讲的话 他知道现在美国百姓美国选民关注什么东西 特别是像芯片这样一些卡脖子的技术领域 那么如果说美国重新夺回来的话 那就意味着就业 意味着更多的商业机会 它不单单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那么拜登上台以后呢 他提出来高墙小院的这样一个技术政策 就是要封堵一些技术 像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流动 所以他现在把这个高墙不单修在美国本土 而且修到了像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等 这些国家特别是这个生产芯片的主要的地区 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话芯片确实实是影响到了 未来产业调整产业链变化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所以佩罗西呢也是拿着这个事呢 作为一个蹭热点或者是呢 希望借此能表现出他关心美国的技术发展 关心美国的就业 关心美国的这个技术竞争的 那这样一个领导人 其实从8月2号开始呢 这个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啊 或者是军约酒店附近呢 也有台北的民众啊 在进行抗议 台湾的联合新闻网的民调显示呢 超过三分之二的台湾民众 是不欢迎佩罗西访台的 因为这只会破坏台海稳定 在美国本土啊 美国的媒体也有很多反对的声浪 甚至有人说啊 你这个做法是在梦游之中 让美国进入危机啊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国务卿布林肯说 这个佩罗西的串访 无法代表白宫的态度啊 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 但是呢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啊 其实这是美国政府的这个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的 所谓唱双簧的做法 目的是通过不同的方向啊 共同来对这个对华的切香肠 来做这样的一个一个手势啊 沈丁老师怎么来看 你同意这种观点 美国政府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政府 别的国家对外政策有行政部门主导 国家首脑带着班子 那美国这边呢 国会可以立法 立法就可以限制行政部门 那美国呢就用这个东西呢 既数为事实 也作为借口来进行 辅会之间的第一是配合 就是白宫不方便做的事情 你们来推动 比如讲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不一定就是白宫喜欢看到 但白宫会觉得有国会来推动 我也会乐见其成 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辅会之间的配合 那么有的时候他们又会矛盾 那矛盾的时候呢 他们在想办法怎么弥合 那总的来讲 到了今天我们发现 79年1月1号中美建交的 美方答应过中国方面的 中美建交的三个原则 基本是全面被破坏 就是美国不承认台湾是国家 但是美国又同台湾发生 全面的官方关系 美国同台湾的 所谓的军事同盟协定要终止 但美国单方面给了台湾 一个某种程度的安全保证 现在200多军人还在台湾上面 美国通过逐步的侵蚀 掏空中美关系的机势 今天再来看 已经离开中美关系的原点 正常的原点已经相去甚远 这就是美国在逐步逐步的做到 我们忍无可能不得不对台湾 多去台海 团台海 多区域 多军种的联合的演训 就是告诉台湾 如果你们同美国再勾连的话 你们说是美国要来 你是有权利拒绝的 你有权 你是有选择来维护现状 你同美国配合 共同来破坏现状 那么你不会到达好下场 好 那您刚才提到的是 其实美国的辅会之间 表面看起来会互相在 有反对的声音有制衡 但是实际上是唱了一出双簧 我再补充一点 当然 盛老师 最近在柬埔寨举行的 就是东亚外长会议上 美国 澳大利亚和日本外长 发表联合声明 说一个中国 后面加了一句话 中文就叫过号了 就是 where applicable 就是在可以设用的地方 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暗示往后走下去 也有可能有更多的 一个中国不设用的时候了 这是美国行政部门 就第一次如此公开的 就是更加偏离 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 和或者原则 其实在推动台湾 就是不断地去虚化 这个一中政策 掏空一中政策这方面 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 特别是在后期的话 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解除对台的一个自我设限 然后是对台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法 是鼓励美国的各级官员 和台湾之间 是进行这样的一个互访 所以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话 应该说他是在这个路线上 是继续往前这样的一个 缓步的去推进他 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这件事情上 是没有本质的不同的 那我们看到佩洛西窜台之后 中方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也令世人瞩目 而且中方的反制 不会是一次性的 会是长期的坚决的 和稳步推进的一个组合的行动 田文君老师我想先请你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个环台的演训 这一次它的这个实质到底是什么 它所起到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那么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 常态化的一个选项 应该是一个常态化的选项 不单单是几天的这个演训问题 它更多的是永远会持续下去 直到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 过去来说的话 我们还留了很多空间给岛内的 各方面的人士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特别对于那些谋求台独的 包括蔡英文当局 那么给予坚决打压 至少从军事上 在对台主权的一种 具有这个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选择 从演习行动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家已经看到了 非常明确 就对于岛内实行了有效的封堵 极大的打击了台湾当局的这种嚣张的气焰 同时另外一个信号 我觉得也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手段 不单单是像1996年那样 发射几枚弹道导弹的问题 而且我们现在包括火箭炮 都可以完全覆盖岛内的一些目标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运用 我们现在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 第二方面我觉得还是表现出 我们的决心和意志 你比方说这次演训的靶区 那么最近距屏东只有九海里 这应该说极大的突破了 之前台湾当局所宣布的 它的势力范围 这方面就显示了我们能力 同样我们也有这个决心 有决心有实力 那么除了军事方面之外 我们看到8月5号外交部 也宣布了八项的反制措施 刁大明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八项措施 它的针对性到底在哪里 它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个人理解 我觉得中方对美的反制 是及时的合理的 针对性强 而且表明了中方的 这种明确的立场和决心 前三项是这个取消 涉及到两军的这种互动 那充分说明了 这个佩洛西窜台行径 将中美两军之间的这种互信 也降至了兵点 那之后呢 再进行相关的这种互动 毫无意义 形同虚设 后向这个暂停 我觉得是针对性很强的 这样一个惩罚 旨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深刻理解到 目前事态的严重性 不要进一步的这种过分的 这样这种为所欲为 借势搅局 其实这一系列的组合权 也凸显了中方 捍卫国家利益 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 一个非常坚定的决心和信念 那么其实呢 在一系列的 中美双方的博弈当中 我们也注意到 一个是在这一次 佩洛西的串访过程当中呢 韩国总统尹熙悦 是对他避而不见的 另外一个呢 其实又是在美国 在这个亚太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安全盟友 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外呢 其实这一次的反应 也是比较安静的 彭博社就说 这种沉默令人震惊 这一点我们如何来解读呢 柯敬老师 虽然我们看到 目前拜登政府在推进 他的很多的议程 包括印太经济框架也好 等等 但是地区的盟友和伙伴 当他们看到 切实对整个地区的这个安宁 整个稳定安全 带来了这样一个 很负面的影响 甚至可能会面临着 危机进一步的上升 那这个明显是不符合 地区各国的利益的 比如说因为我们叫 台湾海峡 它其实这个地理位置 是特别的特殊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 因为全球有 大概有近一半的 集装箱这个运输 都是要经过台湾海峡的 有大概有88%的 大的这个船只 也是经过台湾海峡的 那目前这样的 随着这个紧张局势的 抬升 那么其实有一些 航行的这个路线 都被迫都改行了 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局势 继续发展下去 整个地区的国家 都是很不安的 其实美国内政的失败 也搅动了全球的这个政治 给全球的安全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继佩洛西窜访之后 我们来判断一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方出台了一系列的 反制措施之后 未来的中美关系 到底会如何发展 会持续紧张一段时间 还是会有可能迎来 某种战略的转机 我们首先从沈丁老师开始 积极的预判和消极的预判 同时存在 如何理解 积极的角度来讲 中国自己做大 做强 我们就有能力 我们来牵引 使得中美关系 走向稳定 走向对双方都有力 但从消极的角度来预判 美国目前达成了这个国家的很大层的共识 这未来十年 中方会崛起 所以美国呢 日子不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美国要尽量克服内部的分歧 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但是我觉得在积极和消极里边 我还是看重积极的这一部分 就是由我通过我们的发展 我们的营造来带动美国 来维护双方之间的稳定的 这样一个相互尊重的关系 而不是把双方关系 因为台湾问题走到火星装精心的地步 主动权在我 我们要去营造 如果我们这个运筹得法 是有可能实现的 好 谢谢陈迪老师 柯敬老师怎么看 首先我认为 美国在看待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 大抵上至少在 我们所见的这段之间 这段的话恐怕是很难回头的 因为随着中美之间的一个实力的接近 那么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这是一个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 还是要努力的 就是怎么样去创造好的一个外部环境 那么能够让结交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朋友圈 这个对于这个中美关系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 在博弈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谢谢上海的两位嘉宾 请北京的嘉宾也来回答一下 面对美方的这个评评挑衅 中方应该秉持怎样的战略定力 把握主动来对未来的这个中美关系 我们如何来预判一下 先请滕建群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中美之间旧有的力量平衡 已经被打破和正在被打破 竞争肯定会愈演愈烈 那么双方呢 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那种通过谈判 通过协商 通过这个让步来取得一定时期的稳定关系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明白了 包括从去年拜登上台以后 那么中美两国在几个轮回当中 不管是元首还是在这个职能部门的对话当中 表现出这种这个模式呢 是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我把它叫做一种方便面的模式 就泡面模式 大家来了以后就谈事 就吃泡面完了以后 没有什么茅台 没有什么这个烤鸭而言 所以这种直接面对面的对话呢 应该说会更加的频繁 而不会像从前那样 好像是非常客气 你好我好大家好 另外一种模式呢 就是现在可能更需要展现出你的能力 也让美国想着在这个地区 制造一定的事端 也不得不往后退 比方说现在它的里根号航母 来回的在那个日本移东海区活动 我觉得这应该说呢 也是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通过航母来穿越台湾海峡 那么它敢不敢 毕竟呢 现在两国谁都离不开谁 谁都不想离开谁 在当前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体化的背景下的话 我相信是很难脱钩的 也就是说双方都不再遮蔽问题的存在 都直面了现实 而且在动态当中不断的达成新的平衡 好最后请问一下刁大明老师 未来的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来处理中美关系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特别是2018年以来 中国在对美事务上 一方面强调要保持合作 合作是唯一正确方向 同时我们是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对于美国错误极端的对华政策 给予了正面的回击 成功的捍卫了我们国家和人民利益 维护了地区和全球稳定 也明确了中美两国 对中美两国都有利的两国发展的 应然的正确方向 那么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当中 中国应该说是以斗争促对话 通过不断的斗争的方式 推进中美之间更多的对话 以这些对话协商的方式 来减少误解误判 妥善管控分歧 实现了中美关系 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态势 那未来我们也必须继续坚定 这种战略定力 以斗争的方式来维护好 我们良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环境 发展氛围 维护国际合作的前景 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谢谢四位嘉宾 我们看到距离中期选举 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这一届政府 除了糟糕透顶的经济通胀问题之外 还面临着比如枪支问题 种族问题 移民问题 反多胎问题等等 那么这些房间里的大象走来走去 美国梦随时会梦醒 那么面对美国的内患外霸 这样一种局面 我们未来的中美关系 将向何处去呢 我相信我们需要有足够的 战略定力把握主动 好 感谢四位嘉宾 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